有一个新来的一个同事叫何莲姓何莲花的莲 哎呀这个同事啊叫何莲 那个闲静啊 哎呀长得那个美貌啊 就跟莲花一样非常有气质 结果他们同事呢 有一个女同事呢 回到家里呢就跟她老公商量 哎 以后咱们的闺女 也给她起个这个名字里面有个莲花的莲吧 你看多古典美啊 老公沉默了一会儿 一会儿慢悠悠地跟她说 你是不是忘了我姓刘啊 没听懂啊 如果他姓刘叫莲不叫刘莲了 所以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给自己留下很多的遗憾 日出东海落西山 忧愁也是一天 欢喜也是一天 何不选择欢欢喜喜过一天呢 所以别人让你生气 你没有必要回过头来看一看 骂你的人是谁 学博学法最重要 要懂得世界上什么样的东西最好 适用你的东西最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 慈悲喜舍 适合你的比名誉钱财更重要 学佛能够让我们消除烦恼 一个能够解决自己烦恼 消除自己烦恼和业障 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 就是你最适合你的法门 所以心灵法门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让我们学会帮助别人广结善缘 人生难得经义德 佛法难闻经义闻 放下才能解脱 离苦才能得乐 希望我们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下 仪式修成 永断轮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